Hello大家好,我是玛丽欧 我是朱朱 阅读提案 每周提案一本书 本书是我提的底层逻辑 看清这个世界的底牌 作者是刘润 好啦,反正这一次我们又回到远端录音 阅读提案第一次远端录音 但我们两个很久没有远端录音了 对,不好意思 不小心 不知道在什么时间点确诊了 对啊,其实你的状况好像蛮严重的 感觉蛮严重的 对,我是并发症大师 现在的我是个白开水女孩 我是无色无味 没有嗅觉 没有味觉的白开水女孩 好的 但是还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底层逻辑这本书 好,那你讲底层逻辑是什么 底层逻辑呢,它其实就是事物运作的根本道理 简单说就是在不同的情境当中 就是不同中的相同之处 变化的后面不变的东西 那些普遍的东西这样 然后你看他就举例好了 他就提到说贝佐斯有说过 他常常被问未来十年会有什么样子的改变 或者是你看我们现在也已经要到那个年底的时候 然后大家就会有时候都会出那种 接下来十年当中可能哪些会改变 或者是接下来一年当中就是会变的东西 那些趋势 但其实像这些人 他其实很少会被问的是 未来十年有什么是不会改变的 上一集就是玛丽奥你也有问我最后一个 觉得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就很像是 在很多变化当中不变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所以就是这个底层逻辑 对我来说也会很像是人生运转的原则 那底层逻辑 为什么会当初要看这本书呢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也在想说 这个是什么 因为你光是看他的书名 然后还要画了一个冰塞在这 然后你看到那书名的时候 我就想说 他是在讲社会不同阶层的的人 在想什么吗 就是在看他这个东西的时候 对就是 就是猛然一看的时候 想说哎呀 这是什么 我想进一步去了解 但他的标题 其实副标就马上就接着是讲说 唯有透过底层逻辑 加上环境的变数 才可以在千变万化的世界当中 去看清真正的真相 或者是就是那个 那一条很多不变的东西 所以他其实讲的不是像那种工具 说教那些方法 他讲的是背后的事物运作的 那个原则 就是比方说以地球来说好 他就是为什么地球会一直转的原因 对 然后还有提到说 当你真的去了解这些不变 而且是稳定的东西 你才要去建立你的商业策略 掌握这些洞察跟规则 你就会可以更清楚 在面对那些变化的时候 你可以从哪些出发点 其实是比较不会有问题 或是导正可能至少也会有60%的成功 那种感觉 对 然后他其实我觉得在可能前面 像前面的那个序的介绍 其实也有提到其中两个好了 他只是举例 第一个像沟通不变的东西 就是同理心嘛 激起聆听跟交换想法 然后如果你看 如果是解决问题 在工作上 解决问题或生活当中 你一定也是要定义 做出假设 提出解决方法 然后去验证 再结论之后 再去调整 再次假设 就是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在每一件事物上面的 嗯 所以就觉得这本书很不错 感觉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后也可以跟你分享 其实我有听过这本书啦 其实我有点忘记 我是在什么时候听到的 但反正总之 我那时候就有听过这本书 但我大概猜得出来 是在讲什么样的内容 不过他看起来好像书蛮厚的 所以他应该不是只有讲 事物不变的道理才是最重要 应该还有其他更多的东西吧 对他其实有提五个面向 他讲除了就是一些 基本道德是非对错 或者是你要怎么去思考问题 还有你个人的进化 去跟这个社会互动 然后理解对方 一直到整个写作 就是他是有五个面向去讲的 然后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 就是有一些 我会一直觉得 为什么 就是其他 他跟就是一般我可能看的书 有时候就只有单一个工具 就好像分享起来就有点落落的 但这本书其实有很多不同 会让我觉得 啊被打到或是 对耶我从来 就是好像可能我比较笨 就从来没有想过说 对耶就是这种 其实才是 就有点像我可能之前都被愚弄 或什么那种感觉 对 然后举例 真的啦 不要想 就是举例 举例他就是 他有提到有一种 就是说法是 你要注意有一些东西是注射 是洗脑 所以我觉得这也 就是你应该也很有共鸣 因为我们是 你是媒体 特别你又是编辑 就是他就会说 像你去提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在讲 为什么加上你的观点的时候 其实你在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 就是在洗脑对方 这很酷喔 他就说 你发了一个问 为什么地球是圆形的 所以他们其实一般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就是 嗯 对耶 所以地球为什么是圆形 他就会在无形当中 他已经认同 你的地球是圆形的 这个观点 但是 就会变成是说 你的为什么 后面加的那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 然后就 回到他有讲到四件事情 就是这是事实 还是是观点 还是是立场 跟信仰 就是这个 其实我觉得跟我们这个媒体素养也有关系 就是我们在下标的时候 对不对 的确是这样子啊 而且地球其实是椭圆形的 不是圆形 真的吗 地球是椭圆形的 对啊 地球是椭圆形的 你 等一下 你没有 他不是真的椭圆的椭圆 他是 就不是正圆啦 应该讲 蛋 没有到蛋那么夸张 蛋的感觉 就是不是一个 就是他的直径跟他的宽跟高 所以我被地球一片了 地球不是圆的 地球是没有那么圆的圆 对对对 地球不是正圆 应该这样讲 对对对 对所以 所以其实你刚刚讲的那个 这几个东西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就是事实观点 立场跟信仰 因为我们的确很多时候 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是把 就是你可以讲观点 但有些时候 我的观点 对 但是有些时候可能是把观点跟事实 就是混在一起这样子 对 就是观点是你看那个 这件事情你的看法 但是事实 他就是一些比较客观一点 有些数据啊 或事件啊 那个就是前因后果的那种 事件发生的这个脉络 对 没错 但这个底层逻辑 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 跟第一次想到的时候 我就想到是那种 叫什么第一性原理 first principle 我不知道他书里面 有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什么是第一性原理啊 其实他那时候 前一阵子很红的时候 是因为 Ian Musk在很久以前 有一次访谈当中 提到这件事情 他就是说要把问题 就是削减到他 最核心的那个东西 就是所谓最 不可变动的一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第一原则这样子 那那个东西 其实是最早他在 讲他的SpaceX的时候 有提到这件事情 就是SpaceX 其实是一个 就是发展太空旅行 他目的是要登陆火星嘛 对 那那时候当然 大家会觉得说 你在一个 比如说美国 NASA太空总署 这种官方的单位 他都没有办法 做到这件事情 然后可能太空旅行 还是一个很遥远的梦的时候 为什么SpaceX可以做到 那其实他们那时候 就是一直消 就是说到底是为什么 就是一直问为什么 为什么这东西 呃做不到 那是什么东西造成的 所以他最后 会把很多 外围的东西给去掉 只留下最核心的 就不能改变的东西 用不能改变的东西 去打造这样子 对那时候就是 呃很久以前 就在Elon Musk 还发言还没有很夸张 然后还算正常之后 状态下 还算理智的时候 还算是一个 看起来像是正常人 这样子的 还没那么狂的时候 对第一性原理 但是我觉得他 他要说第一性原理嘛 好像有的时候也不太像 因为他 我觉得他 这本书 他涵盖的面向很广 像我自己 就是有 很有收获的其中一点 然后也让我联想到 我之前看的另外一本书 然后才发现说 哦原来是同一个作者写的 难怪那个逻辑是一样的 他有跟我提醒一件事情 叫做你要去注意 每一个人的时间维度 然后时间维就是那个 反正就是维度的维啦 好 然后 什么东西 他就是维度啦 你在讲什么东西 他就是维度的维度啦 好啦 反正他所谓时间维度是指 就是比方说好了 像有些人 就是可能约一个会议 然后这个会议 他就是迟到了十分钟 但有些人就会很介意 这个迟到十分钟 然后就会很不爽 就觉得你 在浪费我的时间 所以我就是 现在我就不跟你开会 我就走 有些人可能迟到十分钟 他还是觉得神奇 有些人迟到一分钟 他就觉得不行 但为什么会 大家会有这么多的不同 就是有些人觉得 十分钟没关系 十五分钟也正常 三十分钟也正常 就是因为他的时间 最小的那个计算的那个维度 他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像有些人可能就是以 十分钟为一个单位 去计算 可能他一次的对话 或者是他一次要处理一些事情 他的最小计算单位是十分钟 所以其实你迟到那十分钟 对于他来说 就是很严重的事情 但是如果有些人 他习惯的是 一个小时 我当然会去计算 他就会相对来说 就觉得那十分钟没什么 所以要去注意你 跟其他人之间 你们是怎么去 在就是计算你们自己 对于时间的这个观念 然后我觉得 这件事情影响我很多 虽然我好像也不太会 但刚好不太算 好反正就是不再 自己自己说 就是大家 对啊就是我觉得 好像我比较不太会 我是比较准时的那种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 是习惯性去迟到 或者是习惯性觉得 晚一点晚一点没关系 对 好没关系 我们很常约 所以我其实觉得 你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就是偶尔会玩到 正常的 偶尔会玩到 偶尔提早到 偶尔正常到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到 每次都非常准 真的是很抱歉 对刚刚在那个 开另一个会有一点点delay 好的 没有啊 上一次录音还不是一样 上一次录音你 还是那种 从那个遥远的捷运站走过来 信义安和站走 走到国父纪念馆 真的走死我了 但是那天刚好是那个 同志游行队 拦不到计程车 对对对 好了好了 反正就是晚到啦 对不起啦 我之后再恐太后 我们的那个时间回度 还蛮一致的 比较不会 不会有落差 然后进来一开录 就唱生日快乐 对 就是 欸我那天也扛了很多品酒 你不要这样 我是努力的 对 进贡我的整个 等你下次再喝 好所以 这个时间回度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是 你觉得看了之后 有收获的 有差不多的 其实另外一个 他有提到说 就是 那我先去睡觉了 没有 他是说像 我们不是有句话叫做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成年的 我全都要嘛 对不对 大家听起来就觉得 哇 这句话讲的真的很爽 就感觉就是 很霸气的一句话 但 其实他说 这个当然不行 因为是 你如果是成年人的话 其实你更要选择 他讲的就是 当你学会选择 其实就是 你也同时学会放弃 选择一个更好的 然后放弃其他的东西 去 他就点出一件事情是 人生是由一连串的问答题 去串起来 然后 但同时其实人生也是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去串起来 我们会去选择 我们要去做什么 大学啊 在哪个城市打拼 或者是 要去做什么样子的工作 或者是伴侣 或者是生活当中 各式各样的东西 其实都是从那些关键的选择 去决定的 可是 如果你全都要 或者是你也 不知道你自己 有的选 或者是没有勇气去选择的话 其实你就 很难去过到一个 更好的生活 嗯 然后我就有一种 嗯 嗯 对 这个 这种感觉 这个跟底层逻辑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他讲的 其实这个 就是底层逻辑的一种啊 就是 像大家就会 就是借由这些事情 然后去点出很多事情的 运作的道理吗 还是就是 他讲的其实就是这件事情 但是他 不是只有针对工作 或是针对 像这个 就是可能 可能像是生活 或者是你做事的那种原则 然后 然后呢 这样有 解答到你的问题吗 嗯 大概吧 就是 因为我刚刚在想那个核心是什么 就底层逻辑是什么 然后事物中运作的根本道理 不会变的 选择 嗯 大概 算吧 不过因为 因为你知道 就是 我们念财经的 就是经济学 从来就是一个选择的 科学 选择的 你不准啊 你就是经济 你就是那个 我觉得很难相处的经济系的人类 就是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会有一种就是 哦 这个 真的是 对啊 就是这个真的是 从来没想过 因为我会觉得 如果是可以逗选 当然是逗选 就是 不会不太会有那种 想要放弃 相对没有那么好的选项 我说我啦 嗯 然后 他也有提到说 就是赚钱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 跟工作比较有点关系 他说其实 好 在35岁之前 但这是他的老生常谈 他觉得 不要在乎自己的收入 是多少钱 他说成长多少 才是应该要 最关注的收入 所以 他就在 回扣到工作当中 他的建议 跟他的想法是 在工作中 想要得到的是什么 你要去定义 你想要得到的事情 但是 你想要学习 跟收获到的东西 才是你的目标 有些钱 就是那种 短期 你可能会可以 赚进来很多钱 但是他不见得 在长期 或对于你以后 是有帮助 他的看法是 他觉得 有些钱是专门诱惑 他们去 放弃长远目标 所以要 他对于赚钱的想法 是这样 那你呢 我觉得可以讲说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就是这个讲法 是有余裕的人 可以做的事情 比如说你没有 你没有欠钱 你家里面 状况还OK 然后没有什么 上有老父老母下 有什么 小孩要养 这样子 那我觉得 那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实在的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 一般的年轻人 就是 家中状况都 就我们讲 小康或中产好了 反正就是 可能你有 你有背一些学贷 或是什么的 但我觉得 即便在这个情况之下 刘润讲的这个 35岁之前 不要太在乎 自己的收入是多少钱 我觉得这是 是一个合理 而且也值得 去思考的件事情 但当然前提 就是你要有这个余裕 如果今天 你有负债 然后你又 可能又有一些 家庭的需求的话 我觉得其实就 很难 你很难说 就是 背了一大堆债 然后家里又有 需要照顾的 状况之下 然后刚才说 你不要太在乎 你收获多少钱 你就是 那个成长多少 比较重要 我觉得这个就 有一点 对 对 有点难 但是 的确 我刚刚 讲这个时候 我觉得如果 在我觉得认同的 一个情境之下 很有可能会是 会有一种情况是 其实反而是 不知不觉的 收入增加 就是像 我觉得 如果你认真 或者说在 你设定好目标 设定好你要学习的东西 其实我真的有一种感觉 就是很多人 就你后来觉得 他们可能很有钱 或是收入很不错 其实都是在 某一个时间点之后 突然增加的 在那个之前 其实可能还好 但是突然可能 他们的 之前的累积 导致他后来 可以有一些 其他的机会 然后就突然跳上去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就是 所谓的35岁之前 不要在乎自己的 收入多少钱 然后关注成长 这件事情 他带来的一个 一个结果 会是说 在某一个时间点之后 突然 突然有一个 跳跃式的增加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那 像比如说 我觉得我周围的一些人 可能 就是说 我们在做事到一个程度 累积到一个程度之后 你会自然而然的 被找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那些东西 可能就是 你本来没有预期 然后你会有一些 额外的收入 那 如果到一个程度 其实你转 比如说你工作 就是转换的很顺利的话 那也有可能 就是 你的收入会突然的增加 就是因为你过去的累积 跟努力 有点抽象啦 但反正我的感觉是 我可以 一部分是认同 这样子的 的想法 嗯 然后他又再回到 有 就是他有 提出几个公式 然后其中一个是 他觉得 人生的商业模式 叫做 能力 来来来 经济学的人 看这应该比较有感觉 能力 成语 效率 成语 杠杆 是人生的商业模式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 商管书 或是人生 那个自我成长书的 的东西 这跟经济没有关系 没有 经济学 就是很爱算来算去 很喜欢公式 所以这个是 专门添给你的 所以我要问你说 那你觉得 怎么样子的能力 是一个人 最有价值的能力 是学习 演讲 沟通 还是赚钱 这 赚的 这些算能力 最有价值 其实我觉得要定义 什么是最有价值 就是我觉得这个前提是 什么是 最有价值 这件事情 因为 最有价值是对于 谁 最有价值 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 要先想清楚 才有可能 因为 有可能 有可能对于 某些人来说 他最有价值 的确可能是赚钱 或是对于某些人来讲 他 他觉得他自己 最有价值的就是 沟通 或者是 他如果就是一个 专门在 讲课的人的话 那的确可能 教学 讲课 是他最有价值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他有点 对 就是看人 这样子 有点哲学的问题 但 好 那我要跟公布 那个刘润 他说 他觉得 最有价值的能力 是获得能力的能力 就是你拿到一个神灯 很贪心 然后跟他讲说 我要再三个愿望 我获得你了 对 我获得神灯了 他说要怎么用 两年的时间 去获得别人 五年的能力 然后 就是他就是在讲 效率这件事情 比方说 刚刚有提到 懂得选择 跟你懂得去排列 什么是最优先 用更高的方法 或工具 或者是做法 去在最短的时间 获得别人 要花更多时间 可以取得的那个东西 这是他看到 他觉得 一个人 最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我 其实有在想 我自己觉得阅读 真的是一个 很高CP值的 其中一个 一个能力 因为真的 就是写说的人 真的很痛苦 他们写好像很久 但我可能 啪啪啪一下 就看完了 还可以在这边 我买功 但是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是反 不想反过来 应该说 阅读当然是 很好的一个 吸收 资讯的方式 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写作 或是说 产出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 产出者本身 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那时候 在讲 卡片和笔记 其实他就在讲 产出嘛 他其实真正的重点 不是只有 把它记下来而已 因为你能够产出 才表示 它真正是有 收到你的 你的学习里面的 它是可以 尤其是你在写的 过程当中 其实你要更确定 你在写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我老是觉得 除了阅读之外 其实产出也是 非常好的一个 学习方式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我也有想到说 为什么其实 会觉得名校 就是 也不是说名校 就是我们的考试制度 这件事情 到底有没有意义 我其实 从我小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 我常常还是会去 思考这件事情 但我到后面 我觉得它 还是有意义的 原因是 就是为什么 在一个班级 好我们 我那个年代 一个班级 三十个人 但这三十个人 就是会有人 比较 就是比较会考试 或比较会去 吸收这个知识 但有些人 就是不太会 那其实这个 中间训练的 这个过程 我觉得它就是 在练习 我讲的就是这个 练习 去获得 这些资讯的能力 你要怎么用 你的方式 去锻炼你 去截取 知识的方式 然后跟产出 所以有时候 我现在有时候想想 还是觉得 嗯 考试制度好像有时候 也是有它的好 就是它就是在 让你练习 怎么去学习 考试制度 应该我会觉得 嗯 我会觉得 一半一半啊 就是 你讲的是 中小学 成绩还是大学 也不知道在中小学 嗯 应该是说 中学考高中 然后高中考大学的这种 其实都是 对 我觉得 反正那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它其实有课纲嘛 然后 就是你需要学会的 一些东西 那我觉得考试的确是在 验证这件事情 就是说 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 把这东西学进去 但是蛮尴尬的事情 就是说 这些东西 它本身 因为考试的关系 它其实是在有限 尤其是台湾的考试方式 它其实在一个 有限的时间之内 去 尽可能的把问题 回答对 那也就是说 呃 那是一种技巧 它 它其实有蛮重成分的是 考试的技巧 这件事情 就除了你 当然你学会了 当然是很重要的 可是有很大一块是 你怎么样去考试 就考试本身 所以 但你 你应该也有经历 就是说 可能怎么样 看题目会比较快啊 然后 诶 写那种诱读测验的时候 是看问题 然后再去读啊 而不是先去读 就是 然后可能算 就是计算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技巧 可以让你算得更快啊 等等等等的 或是用背一些东西 可以让你做得更好 这样子 那某种程度上来讲 那个其实 呃 不完全是 你真的学会了什么东西 有些时候是一种 诶 你也可以说 你学会了某一种技术啦 就是考试的技术这样子 嗯 对啊 对 我觉得它有 有它 有 就是一半一半啊 我会觉得它不是完全没有用 但是 也有它 就是以这种考试方式来讲 也是有它的问题啊 嗯 然后 再还最后一个 我觉得 还有让我有一种 就是 嗯 就有点像突破盲场的那种感觉 它就是在讲 怎么样子而人 是人脉 就是 它讲的是人脉这件事情 但 它所谓的人脉 其实它的 它所定义它的 那个本质 就是底层逻辑 是人脉 其实是建立在 给予价值跟平等交换 这件事情之上 所以是 它提的是 你能够为别人带来的价值 就代表你自己有多少的价值跟输出 所以其实能够帮助到你 不是你的人脉 但是只有你可以去帮到的那个人 才是你的人脉 然后它这时候 又有讲到一个数字 叫十三十六十 十个能够借钱的人 真的是跟你关系最紧密的人 但是还是会有三十个 你可能常常打交道的人 以及六十个你熟悉的人 然后它觉得 就是可能这个人脉最多 大概就是六十 那个十个借钱的人 是你可以跟他借钱 还是你会借钱给他 都是啊 就是这么紧密的关系 然后他不会 他会不宜有他 或者是他不会问你太多 但是你真的仔细想想 这个十个已经很多了 就是这么近的关系 对 但我觉得借钱跟借人家钱 好像不太一样 就是 对 就是你应该 我觉得应该是要能够借到钱的 十个人 能够从他身上借钱 借我多少这样 然后他会OK啊 直接汇给你的这种 对 好 缺了多少钱 你说一声 缺多少 一百 好 没有 一百 没有 但我有一百个巴掌 一百个层次的心啊 对 那你那 那马里奥你觉得人脉呢 就是这个题目 你说人脉哦 嗯 嗯 我就还是一样嘛 我其实不太喜欢去经营 就我对人脉经营 其实没什么 没什么概念啦 然后 我也不太会去说 好像 我跟谁 很熟 这样子 就是 很多人都说 跟我很熟啦 然后我就会 有些时候我就会有点 困惑 你知道吗 想说 哇 你跟我很熟 啊 这件事情我自己不知道 那 这到底该算是熟 还是 还是怎么样 这很尴尬 这好像小女生哦 小女生也都会是谁 谁是我好朋友 啊谁谁 是吗 我们好 彼此的定义不同 有一些 有一些人很喜欢这样子啊 就是 他就觉得 认识 或者是 他可能就 觉得这样讲话 好像 自己 很有一套 这种感觉 所以我听过很多 人 就我当面听他在讲说 哦 他跟谁很熟 或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也有听过 人家转述说 诶 那个谁谁 说跟你很熟 然后我想说 嗯 这真的是蛮尴尬的 就是我 我就说 我就说 我认识这个人 但是 嗯 他跟我很熟 好 那可能这件事情还 我还不是 就是这件事情 可能对我来说 有点 有点新鲜 我可能要去了解一下 我们还要去算一下 到我们接触点有几次 所以我会觉得 所以我没有很喜欢 像 呃 以前办一些那种 社交的活动啊 然后什么 换名片大会 什么之类的 然后很多人 教你怎么去 诶 什么经营这些人脉啊 什么的 然后我就会很 我很不会 而且我也没有太大的 兴趣这样子 但我很乐意 就是如果你有 就是见到面 然后你问我问题 或者是什么的 我其实就觉得 很 很好 很OK 然后聊天 然后如果之后能够 有一些合作机会 帮忙什么的 我也觉得都 很好 但是我 我不会特别觉得 诶 要怎么样去 经营人脉之类的 就是 某种程度上来讲 跟刘润讲的是类似的 就是 为什么他会说 诶 你能够帮到的人 才是人脉 原因是因为 你有你的贡献 就是你可以去 做到一些事情 然后我觉得那个 才会是 有帮助的 就今天 如果我 有人来问我 然后 诶我可以 他来请我帮他 什么忙 然后诶我可以帮他上 那我觉得之后 当然 他可能就会觉得 诶我 我真的是 还不错 这样子 那当然我找他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比较自在吧 那如果我今天 找一个人 一直跟他约 吃饭 然后他就一直 没什么兴趣 然后找各种理由 那我也觉得 好像 有点 有点没意思啊 就是没有必要 这样子 对 就是朋友交往 应该是真的就是互相互动的 平等的啊 好 来 那反正 最后又回到个人 所以上次你有问我说 我个人目标吗 那这次换我要问你 那你个人目标 你想了 现在也快两个礼拜 那你想两个礼拜 之后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有问你个人目标吗 有啊 我就说帮助他人成功啊 但我就说 我可能会再想一个 再有一点感情一点的 哦 但至少我有回答一题了 OK 但你没有 是哦 好 那就这样吧 还没想好吗 个人目标 我其实还好 我不会 不太会去 对 我其实真的不太会去想这些事情 你你好难聊 关掉 然后今天录了这么多集 你竟然说我很难聊 笑死我了 好啦 那我们赶快进延伸阅读 你这个延伸阅读都很硬 你这个延伸阅读 你是真的有看完吗 有啊 没有 但是我有看三分之一 首先是那个 Ray Dalio 对 Ray Dalio的原则 而且光是这件事情 我想 我发现他只有写两本 而且刚好都是我的原神阅读 插作者才知道是他 第一个就是原则 因为我觉得底层逻辑 他其实就是原则 只是他换了一个中国式的说法 他是底层逻辑 其实这是原则啦 然后原则的话 就是会眼神阅读这本 但这本真的很厚 但下一本也没有很薄 叫那个雷黛黎 第二本就最新的那个 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桥水基金应对国家兴衰的原则 我觉得这个应该最近 大家那个金融害羞 应该蛮勇敢的 然后再来第三个 是作者他自己延伸的 然后也就是我 应该是说作者他原本 他就出了很多这种商学院系列 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看 他的第三集跟第八集 就我是真的有买 所以我才会看到某几节的时候 就突然想 就我其实不太会被作者是谁 是谁在写这本书 我只会记得内容 然后想说好熟 好熟就觉得有一些东西很像 然后才发现原来是同一个作者 就觉得每个人的商学院 八跟三都还蛮推荐的 这样子 好 那个Ray Dalio的原则 其实还蛮有名的 那的确这两本其实我都有 我还有他的大载危机 但是就耶 都没有看哦 下次来讲好了 很难看完吧 这么好厚哦 好下次来讲原则 就跟我上次说 我们下次来讲杂讯 已经讲到哪里去都不知道了 你杂讯到现在都还没有讲 你手天上 你不要再夸下海坤的 自己找麻烦了 管理圣经 对我们要设定小一点的目标 比较好完成 但是又有点难一点点 不要一次就挑战这么难 你这样跟OK啊 是有冲突的 我觉得上次应该 好 我觉得应该可以啊 好 我下次来试试看 因为我最近想到都几本大书 然后我想了好久之后 都还是没有动这样子 觉得压力太大了 对的确是这样子 对 好啦 那这个就是这个礼拜的阅读提案 然后 啾啾提了这个 刘润的底层逻辑 那希望你听了喜欢 我不知道 啾啾的状况怎么样 他看起来 看起来还蛮有精神的 好 我们可以 希望跟他看过来 好起来 可以 我们再回到现场 面对面录影 好的 拜拜 拜拜 拜拜